早上到现在 我们学习归纳法查经 我们第一堂 先讲到归纳法查经的一些原则 我们用马可福音作为例子 我们讲到观察 解释归纳和应用 然后下午我们用 格罗西书来作为实例 我们一起来学习 你在今天的这一个学习当中 对你最有帮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跟同主人分享 你觉得哪一项对你最有帮助 别人讲过的你也可以讲 因为你们英雄所捐猎头 相信这些问题大家都一样 都一样大概会有这些问题 我先讲一下 我先讲刚刚我所听到的 然后各位再提出来 有一位问一个问题说 一章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主题吗 会不会一章圣经记载很多件事情 因此有好几个主题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比如像耶稣生平 你看路加福音有的是一张 五十节六十节 约翰福音也有一张五十节六十节的 而且讲两件事情三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礼拜一章的话 一个礼拜一章 约翰福音就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就二十一个礼拜 那你每一个礼拜查经的时间 大概有多少 各位你们大概是一个小时吧 最长恐怕一个小时了 里面还有上师 还有彼此认识 还有后面有查点 所以我们大概不可能 不可能两个小时来一起查经 所以显然你查这一章的时候 可能你会有整个一章当中 有四段或者五段 这几段之间彼此不一定是完全相关 当然都讲基督生平 但是它不一定是连贯的 所以你要有选择 也就是比如说 如果我们今天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各位知道二十一章就是耶稣复活以后 不是再一次到加利利海边吗 然后我们最最记得的最著名的就是 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在那个之前 耶稣是先到海边 他们整夜打鱼都得不到什么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了没有 然后你们把船洒到 把网洒到船的哪一边 左边右边还是前面后边呢 右边 洒到船的右边 然后他们就得到一百五十三条鱼 对不对 好 那这是一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耶稣就招见彼得来 招彼得来 他不是单独招见他 其实他门徒也在 至少约翰也在 那他就招他来 问他说你爱我吗 好 那这好像是两件事情 对不对 两件事情 那你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这一章你大概全部要读过 因为既然是一次一章嘛 你全章要读过 但是你如果重点要放在 耶稣个别招见彼得 个别跟彼得约谈的时候 那你前面的部分就不要用太多时间 也就是说前面的部分 比较快的带过去 那你把时间的重点 放在这一个部分 那只看这一段的主题 因为不一定全章同一个主题 所以这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然像格罗西书 这是前后是连贯的 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连贯的 因为这是一个论述性的 而且是讲基督论的 所以他的每一章里面都包含基督论 也包含我们认识基督以后的 所事与所为 所以格罗西书一定是一个 同一个总主题 然后每一章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小主题 就是每一章的主题 但是有一些经文可能需要你有所选择的 是这样 这是实际我们在预备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 刚刚也有一个问题问到说 90后 现在有90后 就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 各位要知道90后 现在如果是1990出生 现在几岁了 27岁了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 90后 90后我们想说他们像小孩子一样 他们27岁了 27岁了可以读完博士班了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意思是说年轻的一代 新来的一代 我认识高中生或者本科生 那他们都是00后了 已经不是90后了 90后已经落伍了 现在是00后了 你看年龄出生的话 现在已经17岁了 已经高中有毕业了 对不对 几乎要毕业了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一些年轻的来 他们的思想观念 他们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因此我们怎么来带90后的茶几呢 是不是这个问题 或者是我们当中如果有90后的 那你怎么办呢 或者我们说我们当中有慕道友 我们同一个家庭小组里面 一定会有慕道友 有第一次来的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是第一次读圣经的 有没有 或者第一次来教会的 第一次参加他们叫教会的活动的 有没有 这样的人都有 所以他对圣经一无所知 或者是哥罗西书 他完全不懂 哈利路亚 他以为跟哈利波特有什么关系 好 那所以呢 所以各种程度的人都有 我们当中也有老基督徒 已经新出四五十年了 好 所以呢 遇到不同程度的人怎么办 如果 如果有慕道友 如果有慕道友 或者刚刚讲所谓90后 或者是比较年轻的 他对圣经不熟悉的 那我们呢 可能需要 第一个 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 稍微讲一下这段圣经的背景 讲到背景 比如哥罗西书 他们不知道哥罗西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地名 那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哥罗西 他的以福守的附近 他的地理地位是如何 他的背景大概是如何 这样简单有一个背景的说明 就是文化地理或者语言背景的说明 因为这里面有外邦人 就是所谓非犹太人 当时圣经讲的犹太人 对不起 圣经讲的外邦人不是 他是外国人 意思就是说不是犹太人的 不是新疆犹太教的 就是称为外邦人 所以呢 讲CV离人 只是用CV离人来代替非犹太人 就好像我们讲 中国人都讲他们外国人外国人 其实我们在美国也就是外国人 但是我们都讲外国人外国人 意思就是说不是中国血统的 就是外国人 那当时也是这样讲外邦人 外邦人就是说不是犹太血统的 就是称为外邦人 所以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这些背景 好 这是可能需要的 还有如果是木道友 或者刚刚讲 无论是90后00后 或者是40后50后 他如果是对圣经不太了解 没有这个背景的 那你在带这个茶经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就是要先做名词解释 做一点名词解释 就说像特别是如果查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是 其实是我们新耶圣经里面 跟以弗所书一样 都是讲基督论是很深奥的一卷经文 一卷一卷圣经 所以呢我们需要做一点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就是什么叫法利赛人 什么叫撒度该人 刚刚讲什么叫哈利路亚 什么叫阿门 门为什么会阿门呢 好 什么叫阿门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读诗篇不是有细拉吗 细拉 那是细细的拉吗 是什么意思呢 细拉 什么叫细拉 是拉面那种细拉吗 好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些名词要做一点解释 让他们不至于说 我看到这个词 整天就想怎么拉怎么拉 他就是先把这些难懂的生字 就是所谓生字 就好像我们读英文不是要先把那个生字找出来吗 就是先把这些生字难懂的字 或者跟我们生活 跟中文习惯不一样的 因为希腊是希伯来文的英的翻译嘛 阿门也是英的翻译 所以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那这是我们稍微做一点名词解释 然后接下来才进入这个经文 这是大概是这样 另外另外就是刚刚特别讲90后 意思就是说年轻的这一代 他们可能不像我们 这些中年的老年的这一代呢 我们从小就做教室 乖乖的听 可以听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他们常常会坐立不安 对不对 他们比较不习惯 注意力不是那么集中 可以读很久 小孩子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你如果跟小孩子上儿童子入学 你也不能从头讲到尾啊 你一定要有动作 又要唱诗 又要玩游戏 又要做手工 拿各种方式来配达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年轻的一点的 他们比较不能够久做 就是做得那么久的 那我们就要考虑用比较生动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理解 比如说请一个人起来 年轻的 他们要请你来读这一节圣经节 请他读 因为他不一定了解意思 但是他读还是可以读的 所以我们请他读 让他觉得有参与感 不是于他被忽略在旁边 大家都谈你们的神学问题 然后他完全听不懂这样 让他有参与感 或者我们问他说 来我们来归纳 来归纳看看 到底这一段圣经当中 哪一个字是最长 不是归纳 就是我们来观察 这一段圣经当中 哪一个字是出现最多次的 算算看有几次 这是比较稍微有趣一点 有参与感的这种方式 你若讲出来了 那他们就觉得 就听了 听完以后 他就不想听了 所以我们让他有参与感 或者有一种叫cross book 意思就是 特别是四福音书 特别是旧约 比较像里面打创世纪的话 讲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 这些生品的话 都是一看就懂得的 没有什么太难的字 所以你可以读完以后 所以大家暂时把圣经夹住 或者说把圣经关起来 我们来回忆一下 刚刚讲到雅各 他是为什么要逃难 为什么要逃难到 他的母舅那边去 为什么我们回忆一下 刚刚怎么写的 那他在半路上 就是在伯特利那个地方 不是遇到天使吗 天使是怎么出现的 那他看见了什么 让他回忆 因为你叫他说 问他说 刚刚杨各做什么 就上面都写了嘛 你还要问我 他觉得你还要看不起他一样 或者你侮辱了他的智慧 所以你就让他说 我们不看圣经 那如果不看圣经 我也可以答得出来 那他就觉得比较有趣一点 有参与感 所以这也是一种所谓技巧 就让他们有参与感 各位知道 年轻的学生 他要有参与感 他不希望你是说教 不希望你一直对他传讲 他希望他有参与感 他有答问 或者是参与的机会 所以你要创造参与的机会 这是一个原则 这是一个技巧 再来 我们做这种归纳法查经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认真了解查考 我相信各位刚刚分享的时候 都会尝到 以前我没有想到 格罗西书会有这么丰富 或者讲到基督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 但是只知道耶稣基督 为我们丁十字架其他的知道的不多 好 我们现在从这里了解得很清楚以后 好 这是归纳法查经的好处 归纳法查经就让你读得很细 不要放过细节 不要只是模模糊糊的 走马看花的看 而是你要很仔细的去观察 去解释 去归纳 这是有好处的 我们可以考虑 比如说我不知道各位安排进度的时候怎么安排 你们可以考虑说我们这一个礼拜 我们查比如说创世纪二十二章 创世纪二十二章就亚伯拉喊线以撒那一段故事 我们可不可以这个礼拜查创世纪二十二章 下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来演这一段圣经 来演 归纳法查经 归纳法查经查过以后 你对这段圣经就很熟悉 然后你再来把他演出来 演说亚伯拉喊线以撒 他的最重要的榜样是在哪里 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儿子都这样绑起来 这样弄吗 当然不是吧 那他所要表达的信息是什么 为什么亚伯拉喊因此被称为信心之父 他表达信息是什么 他愿意把他最爱的最珍惜的愿意献上 他对神有信心 相信我献上给神 神能够使他从死里复活 各位知道在希伯拉书上面不是这样写吗 或者是说他愿意把最好的献上 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 对神有完全的爱 我们今天如何应用 如何应用这一段的经文 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中 演这一段的故事 或者演今天的献以撒 让大家来发挥创意 每一个人都要上场 就是说我们这小组 若是小组的话 每一个人都要上场 有的人当亚伯拉喊以撒 这当然是最主要的主要人物 有的人当羊 有的人当天使 或者有的人当跑龙套的 当祭坛好了 让大家把它叠在上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 这样的话他这段事情会更熟悉 他设身处地 而且我们好像穿越到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去 我们穿越到那个时代 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 来看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 他的处境 他的挣扎 亚伯拉罕应该会有挣扎吧 那他到底挣扎是什么 我们把它演出来 圣经没有写 但是我们从人之常情 他应该会有挣扎 但是他终于顺服 那他顺服的根据在哪里 因为他相信 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 神让他在一百岁的儿子 然后会让他说 这儿子又没有了吗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因着信 因着信嘛 就是西伯拉罗十一章那边所讲的 那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式 或者我们查三十分钟 然后当场就分两组 然后来表演这样 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有参与感 这叫体验式茶经 就体验当时的心情 体验当时的处境 然后来演出贵纳法茶经 就是演出贵纳法茶经所得到的心得 这就是所谓刚刚的归纳 把归纳的部分 你把它演出来 那你说亚伯拉罕演是容易 亚伯拉罕有事实嘛 都有一个故事的情节 你说哥多西书怎么演 哥多西书从何言起 基督是元首怎么演 基督是元首 他创造出世界 或他创造在创世以先 那怎么演 你怎么把它表达出来呢 那当然我们就抓住这一段经文 比如说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 他的中心信息讲到基督是 是首先的 基督是超越的 基督是独一的 基督是使我们以神和睦的 那我们特别表达说 他使我们除去我们的罪 使我们能够恢复到上帝的面前 恢复到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着重在这一个 我们如何恢复跟上帝的关系 那就是演出一个 原来跟上帝毫无关系的人 如何恢复到跟上帝的关系 都会用创意去想想看 他们年轻人可以想出很生动 很有趣 非常活泼的内容出来 那这是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当初中生 高中生 本科生 其实我们在座这些老人家 其实都可以演了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 来发挥你的创意 然后来解释你对这段经文的了解 这些也是一个技巧 特别是九年后 年年后的 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我刚刚讲的 我曾经也是在别个地方 然后一些是传道人 都是在教会里面讲道的 一些传道人 大部分是中年跟老年人 我请他们演使徒旋转十五章 使徒旋转十五章就是 耶路撒冷大会以后 不是保罗跟巴拉巴分开吗 有没有 各位知道 最重要的是讲耶路撒冷大会 但是后面讲到说 保罗跟巴拉巴说 我们要第二次去做宣教 第一次他们主要是在亚洲 在土耳其 在小亚西亚这边 第二次他们就准备说 我们再去从前去过的地方 没有想到后来听到 马其尊的呼声就到了欧洲 各位知道 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 本来保罗跟巴拉巴 要一起再去了 这两个人是宣教团 他们一起去 后来就因为马可的问题 他们两个分开了 这是我们都晓得了 因为马可的问题说 保罗决定不带马可 巴拉巴说要带马可 他们终于就分开了 好 我就 我请他们演说 二十年以后 这个事件 保罗跟巴拉巴分开 在过二十年以后 有人去采访保罗跟巴拉巴 也采访马可 也采访安提亚教会 因为他们是在安提亚 安提亚教会 请他们回顾二十年前 这个事件 教会分裂了 不是教会了 就是宣教宣教室 两个宣教室居然 分裂了 分开了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当然都是属灵人 特别巴拉巴又是 劝位子 都劝门别人 他居然跟保罗就分开了 好 二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因为为什么采访使徒约翰 因为二十年以后 使徒约翰是受果仅存 所以他还在 那他是原来是教会最年长 最权威的领袖了 彼得已经过去了 保罗也过去了 保罗二十年以后还不一定 但是我一说 他说使徒约翰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从教会的角度来看 从保罗自己的角度来看 从巴拉巴自己的角度来看 然后从马可的角度 马可是因为他引起的 好 那么从他们的这五个角度来看看 当初保罗跟巴拉巴分开 因为那些参加的都是传道人 所以我让他们来讲这件事情 其实来演出这一段事情 我刚刚讲大部分都是中老年 演得很生动 非常好玩 而且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来谈这个 我们通常不敢触及的问题 教会为什么会分裂 教会中为什么会有争执 特别两个这么属灵的伟人 为什么会有分裂呢 到底他们自己怎么想的呢 他们怎么来评估 怎么自己来回忆这段阶段 那他们有没有忏悔呢 他们有没有学到什么教训呢 这是如果是同工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演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体验式茶经 归纳式茶经是很深入的 好像在解破一样 那体验式茶经就是去体验 去应用或者去穿越 穿越到那时候的时代里面去 来想想看设身处地 你在当时的时代里面 你怎么去体验这一段圣经 这个是在我们在带茶经的时候可能的 可以考虑的方式 好 再来 刚刚还有问题 来 提一下 有人说要给我作业 好 说我给各位作业里面也要给我作业 我想问一下 您刚刚一直提到大卫护胜他的 有一些观点不是很正常 尤其是这个华盈牧师 其实是最新的问题 这是很基本的问题 那他现在的很多论带 像我们现在正在看他的新旧世界论 诗子不应该看呢 还是可以看呢 还是要怎么样 对 大卫护胜因为我没有他 所有的论带全部都看完 所以我不能说 他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在哪里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我也觉得是很有问题 但是我不敢说他所有的都不对都不好 他有很大的长处 他口齿清晰 他的条例很清楚 简明二要 而且无论是他的英文 或者是中文的那一位播音者 都播得很清楚很好 翻译也翻译得很准确 就是英文翻成中文 我去对照 因为我特别要看到道成周生这一段 我去对照说 翻译的把他的原意翻译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那显然道成周生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这确实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很严谨的看的话 这已经可以成为一段了 因为历代的最大的问题 就基督论的问题吧 你其他说上帝是创造者 上帝是审判者 几乎历代从来没有出现问题过 但是基督论是问题最多的 然后圣灵论是最众受昏运的 因为三位一体的经文中 讲到圣灵的经文 最少讲到上帝 讲到耶稣基督的很多 但是讲到圣灵的经文很少 因此我们会遇到一些很极端灵恩的一些现象 我们就认为所有的灵恩派都是如此 不一定 因为我也遇到一些很合圣经的 或者是说他们对圣经也是很重视的 所谓灵恩派的人 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各位不要把它当作绝对的权威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大卫报生确实是这一个道成若生 这个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地方 他讲的实在是不对 我想各位都听过也看过 那他是不是其他的地方通通不能看呢 我觉得如果安全起见是不看是最好 安全起见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说我非看不可 因为他讲的实在太好了 我非看不可的话 那就是要有人指点 就要有人很严谨的一起听 听完以后如果感觉 事先先听 如果要播放之前 事先先听 然后就说这一次 这一次不是每一次 他讲创世纪我是有听 我觉得他讲创世纪讲得蛮好的 讲得很好的 很简明二要的 他是就业概论行业概论 他主要是讲 他不是一卷一卷讲 所以他是概论性的讲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非听不可的话 那么就是要有人先听过 然后做一些guidline 就是做一点指引 来 刚刚我刚讲说 有人要指定作业给我 他指定给我作业说 可不可以用归纳法查经 把整本圣经的大概是每一章吧 都用归纳法查经的方式 那我们这一次只有格罗西书 那能不能整本圣经都做呢 我不可能这样做 因为我今年最大的心力 是做教会历史这一桌 教会历史这一桌 虽然只有三到五分钟 但是我要用很大的心力来做 因为第一个要选到底要选谁 选哪一个人 或者选哪一个事件 再来就是立场的问题 最后来说最难的 像介绍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最容易的 因为King James Version 他很清楚有没有不会有争论 但是讲到比如说叫 阿苏莎大复兴 就是所谓林安派的那个大复兴 1906年的 这个是很争议性的 这个大家会意见会不一样 再来五月的第二周 是讲到亚米内跟加尔文 就是所谓议定论跟自由意志论 这个立场到底要用什么立场 到底是加尔文才是对的 亚米内是错的吗 到底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加尔文亚米内呢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 好 五月第一个礼拜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当然它是一个救国运动 是一个爱国运动 是一个文化运动 但是它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到底跟教会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我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来做一个三分钟的节目 就是我要 我直接写大概900个字 但是900个字要用很多的材料 来建立这个900个字的论述 就是说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 所以这些是花我主要时间 好 这是不重要 也不是我推托 我实际上如果 如果我有真的能够做的话 我最愿意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有时候 很多人请我去的话 我不太愿意去 但如果是归纳法查经的 这个我通常我都愿意去的 就是我会最先优先考虑的 胜过于教会历史 胜过于我继续讲教会历史 因为教会历史很多 你慢慢做 以后再说慢慢做 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用归纳法查经的方法 写的查经材料 事实上是有的 好 有的 好 有一个很简要的 一个很简要的是 中国神学研究院 就是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 其实他们出了一本是最早的 中文里面最早的 是圣经注释本 圣经注释 意思就是说 他们把 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 它下面就有一个归纳法查经的问题 他们就付了归纳法查经的问题 各位去买 因为这本书大概宣传的不够 比较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其实它是中文圣经里面 第一本的研读本 而且是华人写的 是香港的叫中国神学研究院 这些老师们写的 这些教授们所写的 我个人其实很喜欢这一本 可惜现在不太多人推广 各位想办法去找到这一本注解书 因为它是每一章都有 每一章圣经从旧约到新约 每一章的下面都有一个归纳法查经的问题 当然它不是观察解释应用这么详细 但它至少有说你在带查经的时候 可以参考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resources 第二个resources是英文的 英文叫Selendipity 各位知道Selend 就是独处默想的意思 Selendipity Selendipity Selendipity它是特别为年轻人写的 刚刚讲90后讲年轻这一代 它是为美国的所谓90后 或者00后所写的 当然它已经十几年前就出版 是为当时的80后90后 意思就是说 它是针对年轻人查经的时候来写的 那它的方法也是 它英文叫Open Open就是开放性 前面先讲一个前言 它会问说哪一个流行歌 你有没有听过 它的内容在讲什么 或者是你看过哪一个电影 它意思就是说 年轻人喜欢听的歌 年轻人看的电视剧 这个要在美国出生的人 或者在美国生活很久的人才懂得 对我们来说有点困难 我们说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过 美国人都知道 就好像我们讲苏东坡 我们大概都知道 但是对外国人不太知道 好 那就类似这样的一些 它先前面叫Open 第二个部分叫Dig D-I-Z 就是挖掘 挖宝 就是解释 第一个是有点像是引言 或者是观察性的 第二个就开始观察跟解释 第三个我记得是reflection 还是叫应用的意思 就是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那它是每一段 它还不是每一章 它是每一段圣经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 格罗西书第一章15到22节 这一段它如果分成这一段的话 这一段下面就有Open Dig and 总之就是应用 就是它都有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这本 我常常看这一本 因为我觉得它给我很多灵感 而且它是给年轻人的 它主要是给年轻人的 既然是给年轻人的 因此它的问题都问得很活泼 但是都问得很惊讶 所以问得很惊讶 没有像我们这一次这么深挖 就是这么深的来挖 它刚刚那一个中国神学研究院 有点类似 是只问几个问题 但这几个问题都问得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们参加的人 因为我发现这个归纳法查经 各位要知道 这要有很大的决心 很大的毅力 然后很愿意花时间 因为你看准备这样一章 或者是即使刚刚这一段 我想各位至少要几个小时 看你的所谓程度 你的那个圣经的基础 但是我想至少五个小时 恐怕都要的 所以用这种归纳法查经 是非常深挖 就叫Dick 深挖 但是要花时间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各位 愿不愿意这样做 各位都要上班 或者是如果你家里有孩子 或者像我一样 有孙子孙女的话 要照顾的话 那你可能能够用的时间是有限 但是愿意用这些时间的人有福了 是有福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多少人愿意这么有福 所以这几个简单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这是一种 Selendipity 各位知道 Selendipity S-E-R-E-N-D-I-P-I-T-Y Selendipity Selendipity Study Bible 这是一个 各位到基督教书店去都可以买得到 我相信在网上到Amazon一定都可以买得到 这是一个 再来一个 陈中道牧师 各位听过这个名字吗 陈中道 这也是华人当中 大概最早写圣经注解了 那么他四分书没有写 但是他写新约书信讲义 他叫新约书信讲义 这一本书有电子版 按我所 我记得应该有电子版 各位可以到 反正你到Google去查 陈中道 就是陈中道 然后新约书信 新约书信讲义 总之你陈中道讲新约书信 你就可以查到 那么查到以后 当然各位愿意去买 也可以这是台湾书信团书出的 当初台湾书信团书 是陈中道牧师写完以后 台湾书信团公 把他上面讲的圣经的注解 就是新约书信的注解 下面加了归纳法的讨论题目 所以各位可以去那边看 可以参考 陈中道牧师写这个新约书信讲义的时候 是他在神学院教课的内容 那他的内容不是非常深 就是说他不用有引很多的原文 或者是做很多的分析结构 那他是为一般信徒讲的 有点像是一般信徒 不是为传道人 如果传道人读这本是不够的 传道人读这本可能也觉得太浅了 这是为一般信徒 但是各位在带查经的时候可以参考 那这是只有新约书信 就从罗马书一直到约翰123书 他分成好几本书 国内的简体字版是全部把它印成一本 很厚的一本 这是在国内也有很多人在用的 至少各位可以参考这三种 一个是英文的 当然如果各位愿意自己做是最好 你愿意自己做的话 是对你最有帮助的 因为你看别人写的 别人的思路跟你的思路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你来写 我想你不会这样写 但是这一个方式 就说这一个方式 各位愿意花时间 愿意做有福的人的话 你就按照这个格式来写 为什么按这个格式呢 因为这个格式第一个是先观察 第二个是观察的问题 但是观察的问题 一定要先得到答案以后 根据答案才来问问题 这个方法的原则就是 你要去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比如说你 比如说所生的 好那所生的 你去找到答案以后 才来问说 为什么这里说耶稣是所生的 所生的是代表耶稣是被生的吗 所生的跟被生的 这个就是不一样了 所生是所中在所还是在生 所中在所嘛 就是他是所先的 然后他是所先把上帝生命彰显出来的 然后才是他是元首 他是在万有之先 他这些着重的是在首 首之后 首先造的 首先生的 首先 首先 复活的 有没有 这边讲到他是 首先复活的 这些都在表明 他是一个榜样 是一个是一个创始者 他是起源者 并不是讲到他是被造被生 被复活 因为他就是神 道就是神 所以他这不是用被的这个观念 而是他是所的观念 好 那这是你先得到答案以后 然后再来问这个问题 各位知道第二格 我们这讲义里面的第一栏是观察 观察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观察 然后再来第二栏第三栏嘛 然后备注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你如果要给别人做参考的话 可以说我这是从 是因为书信讲义来的 我是从 颜读版圣经来的 我是从天道书楼的圣经注释 天道书楼是香港的一个基督教出版社 叫天道书楼 那么他不翻译 他不做翻译 他全部是请华人的圣经学者来写 所以他有他的长处 因为翻译的我们有时候感觉 这个思路好像我不太能够跟上去 但是华人的学者来写的 有他的长处 所以你要注明 这是从哪里出来的 最重要还是先做第三栏 第一栏是观察解释这个词 第二栏是问问题 第三栏是答案 先做答案 就是说你先观察以后 得到这几个观察的线索以后 先找出答案来 根据答案写问题 就让大家帮助大家像你一样 像你一样能够找到这些答案 你借着这些问题帮助大家找到答案 这是归浪法查经的原则 所以请各位你花工夫做 那我给各位的作业 我先告诉各位 给各位的作业就是第一章跟第三章 因为我们讲义里面没有 我故意没有 因为要让各位做 那你们有一个叫grader 就是各组有一叫grader 可不可以挤一下手好不好 第一章的grader是谁 第二组 第一组 第一组 来第二组呢 好第二组 第三组 第三组是 好第四组 第四组 第五组是哪 好那grader意思就是说 你是要逼迫催促 大家写出来的 好写完以后 当他们写出来以后 你帮他们不是要评分了 而是说你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好的 你帮他打勾画红线 好那他写的不太对的 或者不太理想的 你也把它标出来 让他知道 让他自己来改进 我们目的是这样 不是要凭他A加A B减或者是C 或者是D把它当掉 不是这样 主要的目的是你帮助他 让他知道他什么地方写得很好 什么地方写得不太理想 要改变或者要改进 这是grader的责任 好那么我请各位 因为今天是3月10号 对不对 今天3月10号 请各位尽量在3月底之前做完 这叫打铁要趁热 你如果你不赶快打的话 那回去以后 又有网路又有电视 又有奥斯卡奖 你就没有了 你的心就冷掉了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打铁趁热 你如果3月底没有做完 我相信你绝大部分的可能性 是不会做 所以你一定要做 趁着你现在还心中有热火的时候 赶快去做 好你如果说我两张没有办法做完 我只能做第一张 你就做第一张 好对不起 第一张 然后呢 或者你两个第三张都做 做得越多你就会有福分 所以你看你自己决定 你要只得到一半的福分 还是要得到全部的福分 所以你就两个都做 那请Grader随时吹逼 随时关 随时注意 不要等到3月底才问他们 下个礼拜就开始问 说你已经做了没有 你已经做了没有 没有做的人就自己去面壁 去思想 好 这是作业 来 好 而且如果Grader 我们五位Grader 我都看到你们了 我知道你们是谁 你们如果看到有哪一个人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一位或者两位或者三位都可以 最好每一个人都是 就是做得很好的话 请你寄给我 寄给我 我可以分享给别人 这个就是我在 别个训练班里面用的 它不是最理想 不是最好 我们刚刚讲没有标准版 但是我可以说 这是我们这个 Orange County的进行会 我们的作业 这个是台北一个叫做 青年福音神学院的神学生 他们做的 那我也可以介绍给各位 就是你们说 让其他教会的人可以参考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很伟大的贡献 好 请各位认真去做 要给全世界的人看的 尽可能用这个格式 因为用这个格式的话 很清楚 很清楚 那你会说 我不会画表格 我只会 只会弄直线 不会弄表格 怎么办呢 那我们当中有没有高手 可以做成这个表格 这应该很容易 做成一个 template 做一个template以后给大家 来 来 我可以做一个template 好好好 这个会做的人很容易 一下子就做好了 那我们就做一个template 给发给大家 大家就填号码 就这样填上去 就填上去就做 好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求神帮助我们 请各位 好 来 好这个录影带呢 各位到海外校园呢 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网站 叫O.C. O.C. 就是Overseas Campus的意思 O.C. 感染社区 请各位你回去以后立刻就上 也是要打铁趁热 你就去看 你看这个O.C. 感染社区 就是英文的O.C. 然后中文的感染社区 你如果要全部英文的话 叫O.C. O.C. 就家里的意思 Home 就是家 然后Dark Dark Info 你就可以上这个O.C. 感染社区 那感染社区里面呢 感染社区里面 各位刚刚所希望得到的 一个是 这是教会历史的这一桌 这是因为最新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从一月到现在 已经播出来的 像我们第一次是讲亚特纳西乌 也有讲到 讲到其他人 WeChat里面也有 WeChat里面有 然后iPad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你到网站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好 这是一个 而且这里面还有 就是小组查经的题目 小组查经题目 那归纳 我们分成问题式的查经 引领式的查经 归纳法的查经 问题式的意思就是 只有问题 只有问问题 那这是 你如果没有时间 自己准备 就用它的问题就好了 使徒行转也有的 创世纪也有的 这叫问题式查经 引领式查经 是比较深一点的 归纳法查经 是最详细的 就完全跟这个一样的 但是归纳法查经 不是每一卷都有 新约的菲利比书有 启示录的前三章 就是启示录十个教会 七个教会的 那一个部分是有的 然后再来是 好 各位自己看好了 就是已经有至少五卷六卷的 圣经是有 已经有这种 完全用这个方式 归纳法查经 所以各位看不到我的作业 就没有办法 整本圣经都有 那至少你可以看到几卷 你可以做参考 就是除了菲利比书 所以歌多奇书我还没有放上去 因为歌多奇书 我觉得还需要再修正 再U化 再U化 那或者你们 你们这些grader推荐 那我就可以来使用 好 那各位可以到那边去看 所以这感染社区 特别是为教会的小组用的 那在中国也有很多 我们主要是很多海归回去 海归回去 大家不一定立刻找到教会 因为在美国信主 在那边没有认识的教会 那我们就鼓励他说 你们自己成立小组 然后去用这些材料 就可以查经 甚至也有主族崇拜的信息 是用CCM TV 那一个电视台的 一些主族崇拜的信息 让那些不能参加教会 或者是还没有找到教会的 还有小组他们可以带 这是OC感染社区 海外校园已经快到 今年25年了 所以过去出版过的杂志 材料 一些重要的讲道 还有我也讲过教会历史 就是西方教会历史 中国教会历史 还有华西牧师 也有讲过路德记 这些都在上面 就是海外校园过去的资料 我们尽量就放在感染社区 所以各位可以到那边去看 各位请今天晚上回去以后 立刻就看 就看一下 知道大概的内容 那教会历史这个资料 有兴趣的话 每一个礼拜四都会推出来 好 我们在这里结束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奇妙的恩典 你不仅救赎我们 出黑暗入光明 你不仅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而且你将你宝贵的花语赐给我们 你的花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智慧呢 就是遵循你的花语 你的花语使我们能够学艺归正 能够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感谢你 你将这些宝贵的话语给我们 求你让我们有这样渴慕的心 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让我们在这个被命的世代里面 却向明光照耀出来 因为你的花语成为我们的光 成为我们的引导 使我们知道方向 使我们知道每一步该走的路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丰盛的生命 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学习 让我们有一个可目的心 每一天我们有灵修来亲近主 也让我们每一个礼拜播出一段时间来 特别查考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道的奥秘 求你祝福福福恩 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你里面 成为你所管理 你所创造 你所施恩的对象 保守我们 我们将自己交通眼望给你 也将我们今天所学习的 献上我们的感谢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谢谢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